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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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你怎么喝成这样 走了 走了呀 我看见嘟嘟了 在哪儿啊 在我摊琴的餐厅里 我看见他和一个男的在一起 那男的都跟他求婚了 送了他一个好大的钻戒 我一辈子都买不起的钻戒 我就是想弄明白 他到底是先跟我分的手 才和这男的在一起的 还是先跟这男的在一起 才跟我分的手 这重要吗 重要 我心里难受啊 你说我跟嘟嘟那个时候多好啊 我们俩一块儿来到上海 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们天天都无忧无虑的 现在什么都变了 我都不知道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吧 我来告诉你吧 那时候我跟老刘结婚 我们俩在一起生活 我一直坚信 我肯定会跟他相伴到老 我曾经想过就是我碰到刘德华 就是刘德华来追我 我都不会离婚的 刘德华是谁呀 我跟他也不熟 可是我跟嘟嘟熟啊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是发过誓的 不管是海枯是烂还是天荒地牢 我们两个永远都要在一起的 可是他现在都是放屁 你知道吗 这是为什么呀 没有为什么 这就是生活 这是老天给你的安排 我告诉你包家妹 不管你现在有多痛苦 你都得一个人自己扛 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可以试一下 你要是难过的时候你就这样想 你就想不管谁离开了我 不管怎样 老天爷都是最疼爱我的 他永远不会抛弃我 这样你什么都不怕了 你可以试一试 我怕 我最好的兄弟 我最好的兄弟小松走了 都督也走了 我房子没了我工作也没了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惨嘛 那你跟我咱们俩可以比一下吗 你现在是嘟嘟走了 我现在家没了 这个咱们俩差不多吧 我精神出户我现在没有什么钱 你工作没了你现在也没什么钱 这个咱们俩也差不多 但是你长得漂亮啊 这个比我强吧 这是一点 还有你年轻 有大把的青春 我现在都快奔四的人了 这个你也比我强吧 两点都比我强了 更何况我现在肚子里 还有一个不被承认的孩子 那你说咱们俩比谁比谁更强啊 大姐你跟我比啊 大姐你跟我比啊 那就是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小强 那也是我余小强在下面 你包家名在上面 原来你喜欢没啊 快走了 你不走啊 我去哪儿我家都没了 那你干嘛骗我说你有地方住啊 你不走我走了 你走吧 我不想再害你了 姐 我真挺对不起你的啊 如果不是我来你家修店的 你也不会看到那些照片 如果不是因为我没钱 给杜杜买包 要把那多的房间租出去 如果我不是正好住在蓝星家对面 你也不会租到我家来 如果不是我看见老刘进了蓝星家 我也不会陪你去翻阳台桌间 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至少你还有个完整的家吧 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至少你还有个完整的家吧 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该发生的就会发生 该发生的就会发生 是吗 没有 但是 那就是发生的 怎么是你的身份证啊 他现在没有身份证 他的身份证被押在房东那儿了 房东收回了房子 因为要验收水电费 怕他欠费就先押了他身份证 跟我说这些没用 谁入住谁登记 要不然违反治安条例你负责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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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强 方月来了 给他喝了 行行酒 行 明天早上我给你送过去 不用不用 你倒是自己要当心点 别太累了 我知道了阿婆 你也早点休息啊 来 来 来 有事只管叫我啊 好 快点 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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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点水 蜂蜜水啊 张嘴 张嘴 截酒的啊 张嘴 细 快 快点细啊 细 小管啊 海骨汤炖上了吧 一大早我就炖上了 黑鱼买了吗 美了 行 看着火去吧 好 好 阿姨 阿姨回来了 不用了 您去忙吧 瞧您说的我不忙啊 我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地照顾您 谢谢 我有小管 儿子 阿姨 扶我回房间啊 慢点 不麻烦了 一个人扶啊 我还好走一点 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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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那您先歇会儿 饭马上就好啊 儿子 老实说啊 这段时间在医院里头 她对我按前马后的 是很殷勤 那不是挺好的吗 看人哪 咱还得往好了看看不是 我可没同意你们两个事啊 我也没急 你不急 你不急 他急 他那么积极不就为了想结婚吗 能理解啊 妈 您说是小强好还是他好 你说是土鸡好还是羊鸡好 以前在家里都是与小强做饭啊 大姐可能干了 这一会儿就做了一桌子的菜 比我收的还要快 你说 这阿姨以前请我来啊 是来照顾大姐的 到最后她还帮我干活 大姐打电话来了 大姐啊 阿姨已经出院了 先生姐姐 你等一下 好 等等 我帮你看一下啊 大姐 我找到了 那我等会儿有空就给你送过去啊 好吧 好好好 再见啊 再见 怎么了 大姐啊 有些东西啊落在家里了 就像这个被子 我等会儿没有事情的时候 给她送去 你们一直还有联系啊 这次阿姨生病啊 大姐啊每天都打电话来慰问阿姨 你说大姐这个人好吧 人都走了 这东西怎么还要留在家里啊 这可讲不定的 没准哪天大姐回来了 这东西还要用的呀 这样吧 小管 阿姨刚刚出院 家里也离不开人 我替你跑一趟 阿姨 阿姨 什么呀 地址给我 你找谁啊 你找谁啊 阿婆 老婆 请问这家人在吗 他买菜去了 这菜场啊 离这儿又远 一时半会儿 恐怕回不来 你找他有事啊 我找他也 走 包家明 怎么是你啊 怎么是你啊 于晓强在吗 不在吧 你住这儿啊 你管得着吗 我管不着 谢谢啊 妈 不不不 不客气 嘉宾啊 昨天晚上喝多了吧 你呀 你把小强啊折腾得够呛 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你想想看 他怀着孕万一出了什么事 你负得了责吗 我错了 我昨天不应该喝那么多酒 我都喝断片了 小强他去哪儿了 买菜去了 刚才那个女的是谁啊 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我看你呀 酒还没醒呢 赶快再去洗把脸 清醒 清醒 我给你当晚粥喝 谢谢阿婆 小强啊 对你可真好啊 你稍微不干吗 我给你洗把脸 给你洗把脸 给你洗把脸 你洗把脸了 你洗把脸了 我就 自己洗 по脸 我都会洗积把脸 让我洗把脸的脸 你洗了 我洗把脸了 你洗手了 你洗手了 那边还要和老刘家的保姆联系 打探消息 真是用心良苦啊 看来你已经去过我家了 是小管告诉你我的地址的吧 我告诉你 我是让小管给我送我落下的东西 又让你这么不安了是吧 是这个东西吗 上面还写着你与小强的名字 老刘送给你的 给我 上面承载着许多你们美好的回忆吧 你吃醋了是吧 别那么自卑好吗 于小强你搞搞清楚 我会在你面前自卑吗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啊 居然还和一个无赖酒鬼混在一起 老刘如果知道了 说不定会庆幸和你离婚 没准还会后悔没早点甩了你呢 让我来告诉你吧 一个男人选择什么样的女人 就决定了他的品位 是你自己没有和老刘一起成长 输掉了你的婚姻明白吗 我还要告诉你 我和老刘开结婚了 我告诉你 你们俩现在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爱谁谁 把杯子给你 谁不知道啊 这一杯子就是一辈子 这杯子就像你和老刘的婚姻一样 碎了就是碎了 这杯子就像你和老刘的婚姻一样 再也回不来了明白吗 这回你该死心了吧 别捡了 做给谁看呢 回头扎着手 再疼了心 这个杯子是我妈送给我的 是我妈当年到江西景德镇出差 特地为我烧了一个杯子 我妈临终的时候跟我说 无论她去了哪里 我们都会做一辈子的母女 今天你这么有意地把它摔碎了 我也会记恨你一辈子 以后的日子里我恨你 我诅咒你 老婆你在织什么呢 给我孙女打一下毛衣 你说这人怎么那么聪明啊 就这两根棍儿 一盘毛线 就可以织出一件衣服来 那也太神奇了 怎么样 想学吗 我 要小强回来了 姐 好好好 小强回来 我也该回家做饭去吧 你慢慢吃吧啊 一会儿吃完 我把碗给你送下来 好好好 姐 昨天晚上不好意思 我喝太多酒了 没给你添麻烦吧 我有点断片了 我也不知道 我是怎么到你家来的 你没生气吧 你没生气吧 那要是没什么事儿 一会儿我先回去了 姐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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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怎么了 你送我去趟医院 你 你哪儿不舒服啊 我留学了 我留学了 我先回来 你给我解决了 我去哪儿 你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送你 刘总 有三件事向你回报 第一 蓝星的计划书已经在公司全面实施了 目前我们网络销售全线高盛 第二 荣华基金的潘总想与你吃饭 她希望定在明天晚上请你回个话 第三 刚才有个叫报家民的人给你打电话 她打电话干吗 以后她的电话不要紧 可是她说 没有可是 你去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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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放心 没事了 那孩子呢 挺好 挺好的 于小强就是孕童低 血压有点高 要好好休息 这样吧 今天留院观察一天 你去给她办个手续 好 谢谢啊 刘总 你找我 你说刚才那个什么 报家民打过电话来是吧 对 电话里说什么 我刚才想说您不让我说 我现在不是让你说吗 您太太 您前妻于小强 她进了医院 怕有个万一让我通知你 进医院了 那你需要医院地址吗 她留下了 赶紧去哪 好 姐 真把我吓坏了 你说这孩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是不是就成了杀人凶手了呀 跟你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 就是因为我 昨天晚上才害的你 又跑派出所 又跑酒吧 最后还要让你把我这么大个人背回家 你别说是个孕妇了 就是一个普通人她也吃不消啊 姐 你说你咋那么倒霉就碰上我了呢 那你以后要乖一点 其实我刚刚在外面我都已经想通了 你都都跟凯文好了好就好了呗 我喝什么酒呀 这不是浪费生命吗 房子群租被警察抓了 那我就认个错 认个罚不就好了吗 你说我纠结什么呀 工作没了就没了没了再找呗 跟小熊败了那又怎么样 分酒必合喝酒必分的你说是吧 其实面对生命 在宝宝面前我觉得这些事都特别不重要 你知道吗 还有啊 我 我刚才在想啊 瞎想的 就是万一 这孩子没了 以后我就生两个还给你 你跟谁生啊 傻子 我告诉你吧 不是你 是蓝欣 蓝欣 她在家里找过你 她在路上把我堵住了 她说了很多伤害我的话 她说一句 我的肚子就 就那样跳一下 然后她再说一句 我的肚子就 就那样刺得疼 当时肚子就很疼 我是硬撑着回到家里的 怪不得 怪不得她在电话里吼得 就跟着狗似的 你给她打电话了 我打给老刘了是她姐的电话 后来我就打给他们公司了 你以后别给他们打电话了 您尝尝 合不合您胃口 好 不错 谢谢阿姨 坐 好 蓝欣啊 我这段时间住院 你对我安前马后的照顾 你对我儿子的心意 我明白 阿姨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以后呢 您想吃什么 有什么需要 尽管跟我讲 在照顾人方便呀 我还挺有经验的 记得之前 我姨奶奶住院的时候 全是我一个人照顾的 阿姨 我跟您说了吗 我姨奶奶和我奶奶 是双胞胎 我们家 是有双胞胎遗传基因的 而且我听说这种基因 是会隔代遗传的 我跟老刘还在开玩笑说 如果我们结婚了 没准我能给你生个双胞胎呢 蓝芯 你还是个没嫁人的姑娘呢 跟我说这些 不嫌太突兀了吗 更何况 你跟我儿子 八字还没一撇呢 阿姨说得对 阿姨 我知道 我不讨您喜欢 但是 我觉得那时您还不了解我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真的和老刘结婚的话 我一定和他 一起好好孝敬您 给刘家传宗结代 让阿姨您 早点抱上孙子 小子 来 快快 拿起来 拿起来 还好吗 我问过医生了 他说问题不大 好好养养就行了 看着蛋了 出来打饭 打饭了 饭盆在哪儿了 我给你打饭去 不用了 一会儿会有人来送的 没什么事了 你先忙去吧 我也没什么事 我这儿陪陪你 我要睡会儿 你先回去吧 行 那你睡吧 我就不打扰了 有事得给我打电话 嗯 我走了 你老婆 我住手 我住客 来 不好意思 我想问你一句话 那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 你说呢 当然是你的了 那为什么你女朋友 我们家说孩子是你的呢 你应该先去问你们家蓝芯 要不是她煽风点火 挑拨离间 都督怎么可能去你们家闹啊 蓝芯如果说火星 就要碰到地球了 你们信吗 那要是都督说 猪八戒是送我和他舅舅的 你信吗 我不信 我也不信 特长 虞小强 我给你送鸡汤来了 你是阿婆亲手炖的 我原来想去外面买 可是怕不干净 现在不是非常时期吗 阿婆人真好 断了好长时间 挺烫的 要不放一会儿再喝吧 我们先把手擦一擦 要讲究卫生 你刚刚来的时候 没有碰到什么人吧 我碰到老刘了 那你怎么不说呢 来就来呗 他没怎么你吧 他敢 你没怎么他吧 我想做他 但是我怕把鸡汤撒了 就把他放了 那如果你手里没有提着鸡汤呢 我还是会把他放了 我干嘛花时间 在一个路人奖身上 我还有更重要的活呢 什么活 绝活 包家鸣 素姐 我跟阿婆学的 我现在正在学上下针 我想给宝宝织一个小帽子 等我记住灵光的时候 我得给你织一条围巾啊 包家鸣 肃静 余小强 养体温 你看什么看 各干各的好了 你呗什么 你呗什么 动了 什么动了 孩子动了 别动 感觉到没有 没有 动了 没动 真的动了 真的动了 真的没动 一般的孕妇要四个月以后才会有态度 你现在才两个多月怎么可能动呢 那如果他 他他他他早熟呢 秦 你是太紧张了 可能吧 我 你怎么知道孩子要四个月以后才会有态度 我 问过了冯医生 我跟他请教了很多专业的问题 现在我也是半个医生啊 以后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我啊 那请问 别说话 现在没空回答你 你还没走呢 你还没走呢 你不是让我多陪陪阿姨吗 小管走了阿姨就睡了 我怕她一个人有什么事 所以想等你回来再走 我妈没事吧 挺好的 我给她煲了汤 喝了两大碗呢 好好好 那辛苦你了 没事 那 我先走了 好 安心 我送送你 好 好 不早了 你回去吧 我就先睡了 你睡吧 你坐在这儿我能睡得着吗 能啊 我忘了你现在没有地方住了 你看看 你什么事我都记得 我这么大的事你都忘了 你像个姐的样子吗 姐 我都想好了 反正这儿也没有人睡 那我就委屈一下自己 在你这儿将就一夜吧 反正这中间又有帘子 这么一拉 咱们俩谁都不影响谁 好吧 你要住这儿啊 我倒没什么问题 那要是医生来查房怎么办 他要赶往我就走啊 他走了我再溜回来嘛 你是游击队员啊 是啊 你知道游击队员第一条手则是什么 就是不能暴露自己 所以我睡觉的时候 不会打呼 不会磨牙 更不会放屁 你就安心地睡吧 那今天倒是可以混过去 明天我就出院了 以后你怎么办啊 姐 我也想好了 我就跟你住 你跟我住 你住我那儿 不好吧 太好 不是 昨天是因为你喝多了 我没有办法安置你 是特殊情况 那我们就把特殊的情况 转化为普通的情况 你看你那个时候没地方住 你就在我那儿当保姆 我也可以在你那儿当保姆嘛 我长得还挺像个保姆的 又长成你这样的男保姆吗 谁信哪 别人会说闲话的 你不要管别人说什么行不行 你能不能管管我呀 我现在都失恋了又失业了 还跟我最好的兄弟闹掰了 我现在是各种负面的情绪 让我百感交集 你知道吗 你现在就是我灵魂的导师 是我精神的支柱 我特别依赖你 小强 我觉得我很需要你 我相信你也需要我 对吗 乖 你看你现在马上就要做母亲了 是吧 做妈的人都有一种母性的关爱 那你就关心关心我这个小弟弟 把我带回家 是在积德行善 以后这个福报都可以给你孩子的 真的吗 那咱们就这么说好了啊 你睡吧 我再支一会儿 别支了 你一晚上一针都没打对过 那行吧 我眼睛都睁不开 睡了 你别偷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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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偷看啊